首先大家欢迎回来 然后就是我今天代表土耳其都上海总领事馆 跟大家说一声就谢谢 大家辛苦了 2月17日 中国蓝天救援队54名队员 结束土耳其救援任务 搭乘EY862次航班回国 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截至当地时间2月15日 蓝天救援队共搜救出幸存者三人 遇难者43人 长时间在救援一线开展救援工作 让不少队员们看起来略显疲惫 蓝天救援队队员黄奎亮 穿的鞋子上还有许多泥灰和划痕 他告诉记者 鞋子上的泥灰是在就一位高龄老奶奶时留下的 我们当时的时候用生命探测仪 探测有生命迹象 总共有六层楼导舱 然后我们连续分多了两天两夜 在125个小时的时候成功把他救出来 这也是黄奎亮第一次出国救援 他表示 在救援现场让他最难忘的是 当地土耳其人民的热情 对他们的搜救的努力和付出 也非常肯定 很多老百姓送毛巾啊 头盔啊 等等一些保暖物质 在稀有的这种情况下给我们保障 我觉得很感动 对每一个生命我们都很尊重 我们很积极地去参加每一次 每一个有生命点的一个救援 我们即使想一尽所能的拯救生命 在土耳其城市搜救时 有的作业场地三面都是高楼微房 如果有余震 很容易再次发生倒塌 蓝天救援队队员王勇的妻子 一大早就出发来机场 接丈夫回家 他告诉记者 他曾经看过一张丈夫 蹲在废墟下的照片 很担心 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这一次肯定是瘦了好多 接下去 每天照顾他好一点吧 当日 现场除蓝天救援队队员进行接机仪式外 土耳其住户总领事馆副领事艾贝克 也来到现场进行迎接 据了解 中国蓝天救援队 共有300多名队员 在土耳其开展救援任务 这一批抵达上海的蓝天救援队队员 来自江西 浙江 上海 江苏 福建 仪式结束后 将各自返回所在省份